央行住建部财政部印发了通知称 决定自2月21号起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 由现行按照规及时间执行活期的三个月存款的基准利率 调整为统一案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来执行 目前是1.5% 同策咨询研究部的总监张宏伟就表示了 央行上调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可以刺激购房者 更加充分的利用公积金 央行还是在出招去库存